面对物质的诱惑,我们要有说物的勇气和智慧 人往往会在欲望的驱使下,追求高物质的享受 不过,这是可以从教育着手 父母亲可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教导他们 不应该有的东西不要有,不是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去想它 自己没有人力去得到的东西不要去追求它 否则的话会惹来一堆麻烦 这必须要从小教育,父母要教育 还有学校的老师也应该让孩子知道 社会的媒体也应该要实时教育大众 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成功了 但没有宗教信仰还是会有问题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都相信自己的福气有多少 如果没有福气,自己挖空心思去想办法 比如抢或是偷或是用不好的手段去得到 则是违背自己的信仰 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它来自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家庭的教育 父母亲原生家庭给他们怎样价值的观念 跟价格的认知 第二个是社会的风气使然 大家就走社民风,精品,他就追求 可是如果父母亲没有给他们这些不好的习性跟满足的话 也知道很多东西必须要经过努力 还有适合他年龄使用 小学生也用苹果的 或是小学生也追求要名牌的 那他以后有一点年龄的话 那这些的东西他会觉得不稀罕 甚至于他会跟人家比较 这些都必须从家庭的教育做开始 接着呢,社会的教育 那给好的,善良的,还有正确的消费观念 最重要的呢,我们要站在佛教的立场 就是佛教的教育 给他们知道感恩,祈福 你不播种,怎么会有收成 那不努力,怎么可能会成功 那么在人生的,还在被养育 或是还在被栽培的当中 必须要给他们进到自己读书 努力的一个义务跟责任 那至于这些使用的东西,有就好 年轻人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不清楚 对社会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总觉得自己唠叨了,就一天过一天 如果没有思考下一步 那很容易招来横祸的 年轻的人多半对家庭不负责任 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只想到眼前,因此还是要回到教育上 从小教导节制欲望 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 才不会助长虚荣心 法界新闻,廖杰林,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